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进攻咯 阿宅反抗军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国100年2月20号星期日的 阿宅反抗军电台 这里是FM92.1飞碟电台 我是朱学恒 那今天照惯例又到了 我们大概每次就一次谈梦想的主题了 经常会遇到很多人问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子找到自己的梦想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协助 至少回答部分的问题 这本书的名字真的蛮长的 叫做发现我的天才 发开三四个天赋的礼物 来各位在这边揭晓一下 为什么这个礼拜又谈梦想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网上封拼很差的 双人女子团体XO这样可以放鸟了 你看看没有本节目一见到如此 连这种团体都会放我们鸟 到底是怎么样 不能家长跟老师都会跟你讲说 你应该要在你那六十分的科目上 再多努力一点 因为我觉得你有很大的潜力 跟发展的空间 但其实妙就是妙在 这是一种社会要求你妥协的看法 妥协是没有办法达到 所谓世界级的水准 因为简单的说 你只把那些最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耗在那些你原来不擅长 天生也不适合的领域上 而且误以为这样自虐心的违抗自然是一种成长 我昨天在自由时报发表了一篇高见 竟然跟李家族的看法 不谋而对于各地正妹经济延烧 甚至连五岁里头都来参赛 甚至得奖 这个朱玄摇头说台湾正妹经济已经走火入魔了 她说为选而选的正妹挑选 结果只是让观众很为难 冠军像贵心 好好好 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要答应 请问哪里下的 请问是怎么样脚底下才穿鞋子的这样 第一个是每个人经过学习 几乎都能升任任何事情 第二个是每个人最大的成长空间 在于他最弱的领域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 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在某些领域 特殊发展而且积极向上的人 但绝对不是要求完美的人 真正的关键是 你不可能擅长所有事情 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 像台湾说千万几美展的人 我时都会有颗温暖的心 但是我的想法在外面也干掉了 那一把就让我两个人拿回来的想法 很可爱 知道吗 是红点尖的 我告诉你 在台北街上被我看到 我就会去尝你一头 你最好穿在马鞋 你也都不知道带出门 你很迟了 我会跳起来尝 我会跳起来尝他 每一个人的天赋都是持久而且独特的 换句话说你生下来擅长什么事情 你进入教育领域之后擅长什么事情 它可能会跟随你一辈子 而且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这整本书里面我觉得最有共鸣的其实只是一句话 他说人生真正的悲哀不在于缺乏足够的能力 而在于没有应用余生据来天赋 这个进展是GGG电脑里面我买刀 但是我妈哥就是说 电脑用时间就会长不长造业 请试图说服你的家人 跟他们讲说我现在在练的是D&DJ这件事情 我不会太过沉迷 但是请不要再介入和干涉了 因为我已经在做我喜欢的事情了 就是像我读高中 然后又是画画的 就是一直转向 其实倒不是一直转向 那我建议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喜欢某个领域的话 请你一路做到底 今天只有网友在讲 我想说 我想说网友直战苦戴到底是什么 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这很恐怖 你看这边经济就真的 导致大家都很为难 对啊 你看我今天决战无狐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篇幅的话 那欢迎校网去找找看 这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连结 那我记得他出了新版的 有一个2.0版的这个测验 那他的全名叫做发现灵的天赋 请校网查查看 可以找到做完的测验之后 至少可以先找到自己擅长的到底是什么领域 好吧 那希望各位都继续坚持追求你的梦想 千万不要放弃都讨有自己的梦想 继续加油 那下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那对92.1飞电电台的 RJH电台节目 我是朱雪儿 拜拜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有正妹 但是因为 吴玛丽每次 每次发通告的失败率 不知道怎么搞 总是很高 目前几乎失败率突破8成 也就每10个通告里面 大概只有2个会成 其他8个通通都不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吴玛丽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 我们很想共同牺手成长 但是没有成长 那发很多钱可以交来现场罚贵吗 那你看是不是 但是你看 连XO这样子的团体 都放我们鸟 这到底要怎么办 不是放鸟是有事不能来 对他们都说有事不能来 就跟分手的时候说 其实你很好 但是我配不上 放屁干谁会信啊 气人最好是 现在是民国100年2月19号 也就是大魔王朱雪恒的生日 继续了三十 三十六 三十六岁的生日 然后在这个时刻 我们不睡觉 这里跑到飞机的电台 来给他一个惊喜 祝你生日快乐 太病态了 竟然以后 看到没有两个反正 晚上不睡觉跑过来 欢迎 你要讲你精神吗 不要 我告诉你朋友跟夏福是有差别 因为都已经 这些人都是我的旁客 你知道 都已经大半夜了 竟然还有人要到电台 叫东西这里来帮助 大庆生 生日快乐 因为他们交不到女友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同情 他们的处境跟遭遇 非常重要的 你们今天看的礼物来说 对 施大夜市的那个大条 喵喵饮料 对 那就是宅男的最爱 又叫阿宅捕银厂 所以阿宅经过 就被那捕银厂 啾 就吸进去 然后就买了一杯 自己也不想喝 很难喝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礼物 这个吴雅馨的签名桌吏 哇 民伙一般的签名桌吏 真的 他后来不是又跟小开 抱住人家 我说也是挺好签名 对不对 而且 对啊 这个珍贵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的地方 他这才签我的名字 真的太好了 对 没有问题 他签你的名字 然后你要送我猪大猪 对啊 不是 没关系 所以吴雅馨的签名桌 所以他老婆会生气 所以不是 但这位上面有我的名字 之后他还不是说 这是 小月十二号 金会春酒的时候 这种东西会叫做 垃圾一般的抽筒 没问题 这是我们最珍惜的礼物 非常感谢 他快来送你乖乖头了 对啊 你看乖乖头 是因为表示我是在社会上 以乖助餐而已 只是因为讲话跟我爱 好不好 感谢你们 再给你们掌心卜一下 好 谢谢